欢迎大家收看由小峰教授推出的Web安全技术系列教程 我是陆行草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XSS之存储型XSS攻击 存储型XSS攻击比反射型的XSS攻击更具有危险性 并且有可能影响到Web服务器的自身安全 存储型XSS持久化代码是存储在这个服务器当中的 也就是它是一个持久化的攻击 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嵌入到这个页面当中 并且它这个写入数据库的话 那么任何一个访问这个页面的人都会受到这个攻击 那它一般会出现在这个个人信息或者是发表文章的地方 攻击者事先将 这里写错了 事先将恶意的JavaScript的代码上传或者是存储到漏洞服务器当中 如果没有过滤或者过滤不严 那么这些代码就会被存储到服务器当中 用户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触发代码执行 这种XSS是比较危险的 容易造成蠕虫和cookie倒取 所以它们虽然都是XSS攻击 但是存储性比反射性之前多了 这是我之前在写这个笔记的时候用到的一个写了一串payload 然后它的测试方法其实是比较暴力的 就是将一些payload复制下来 然后放到这个提交框当中 然后直接提交 然后你会发现它弹窗了 然后再通过一些手段 去看一下到底是哪一个payload被执行了 就可以找到它的这个一个XSS攻击 这是一个存储性的XSS攻击 现在还是存在的 只不过呢 我还没有提交 所以我这边就把它打瓦打得很严重 因为我还是一个机缘巧合发现的这个漏洞 因为我是写了一个XSS欧龙挖掘的文章 当然这篇文章我现在已经没有封出来了 然后提交的时候一下就触发了 然后去找了一下 这是存储性XSS攻击 一般来说呢 会在留言板或者是留言板 然后个人信息的填写 还有发表文章这些地方 会存在这种存储性XSS攻击 那下面我们就结合代码 给大家讲一下原理 我们是先来读代码 先读代码 然后再画个图吧 这是我们的 我们还是用这个 这是我们的存储性XSS的一个代码 上面就不看了 你看 它的问题是在这里 上面是连接数据库 然后这边 它是去接收了一个 看一下这个代码框 它是一个留言板 然后提交 对 我们是在这里提交 然后提交了之后呢 它这里有一条 sicle语句 是insert into message 它是讲我们的这个 插入进来的东西啊 它是提交到了数据库当中 这个insert之前跟大家讲 这个mysicle语句的时候 跟大家讲过了 它是一个插入写入的一个语句 所以我们在这里写了一个 xssscript语句 它被插入到了 插入到了数据库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 它保存在里面 保存在里面呢 所以任何一个 来访问这个页面的人 它都会执行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换个图来说明一下的话 就是 那这个是攻击者 攻击者把这个东西 写入数据库 那么数据库写入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嵌入了页面里 然后用户 它来访问这个页面 它来访问这个页面 那么自然而然呢 就造成了一个攻击 而我们反射型xss 它其实是没有这一步的 就没有这一步 它只是攻击者和用户之间的事 还有个浏览器 他们三者之间的事 跟服务器其实关系不大 服务器只是提供了一个这样的 写入的条件而已 所以 反射型xss呢 对服务器基本造成什么危害 一般来说提交的时候呢 大家会结合这个csif漏洞 去进行一个提交 而反射存储型 它本身就是一个危害极大的东西 那大家可能会说啊 这个既然它设计到数据库 那么有没有可能有注入呢 是可能有的 这个要看具体的情况 所以大家看到 就你看它这里有个彩蛋 虽然是存储型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 delete的注入 这个是可以拼接 还有语句的拼接 并没有进行过滤嘛 可以进行一个利用的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呢 学到最后都是相通的 大家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然后它的利用 其实还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留言嘛 这个留言你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 你会发现它这里好像 它是从哪开始写的呢 你会发现它这里好像 其实并没有什么 基本的过滤啊 我们就直接写一下 然后我们还上了 谈框嘛 就是 你看它就直接谈框了 这好像看上去和反射型 没什么区别 但是我保存这个留言 不删掉 我先到其他页面去 然后我再回来 你看我访问的 还是存储型的页面 但是我一访问它这位谈框 这是一个持久性的攻击 只要这个留言没有被删掉 只要都没有被修复 那么它就会一直存在 我换一个用户是它 然后我换第二个用户来访问 还是它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 比较严重的危害 至于这个 它的闭合 其实插入的方式呢 和上面反射型是一样的 只不过说 它是一个 它有一个数据库插入的功能 就等于说写到服务器上 这是它的危害之处 所以跟大家说的 这个第一节课非常关键 因为第一节课讲的东西呢 第一节课闭合 我是跟大家细细的去讲的 然后到这里的话 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些了 OK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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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